大磕黑! 传绿拱吴殷宁不分区! 磕在飙粗口! 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北农总经理吴殷宁关系无解,昨天柯文哲甚至在议会上爆粗口,被外界认为绿营丢出吴殷宁这张牌。 能让柯文哲变成自走炮,因此传出绿营有意安排吴殷宁担任2020不分区立委,不过柯文哲听到再度标了粗口。 图TVBS! 主持人BS! 台北市长柯文哲,请接话。 一看到自己画像,柯文哲吼一声,虽然难为情,但表情看来揪干心,比起北农总经理吴殷宁,只在脸书发文沟通,柯文哲想到再度发牢骚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乃是体制内总经理,乃不是还在搞农运,哪有说,乃在体制内长官沟通是透过脸书,实在太奇怪了,难道你上班都跟你老板用脸书沟通吗? 图TVBS! 柯市长濒临崩溃边缘,但就是吴殷宁这种不按牌理出牌做法,柯文哲掌控不了,甚至柯木寥也认为吴殷宁像炸弹客,要挡住柯文哲一起死。 这柯黑最大为有功劳,传出绿营可能安排吴殷宁出任2020不分区立委,但听到这个,柯文哲立马大爆气,在飙粗口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呵呵,把柯文哲惹毛就可以当不分区立委,哇,X,这个很奇怪的标准。 图TVBS! 继前一天议会质询,再度脱口码出同样脏话,柯文哲说是口头禅,不过对可能让吴殷宁出任2020不分区,想知道绿营姚文志怎么看,明明在一旁,却让发言人来讲。 图TVBS! 姚文志静办发言人王定宇,我来回答好了,既无根据又不科学,然后很心虚的质疑,这种质疑笑一笑就好了。 难道是容易说错的议题,就让发言人挡火吗?绿营算盘拿吴殷宁黑科,变成字走炮,但真的又能扣柯文哲多少分? 不过现在能确定的是,启动科市长报粗口的关键字,就是吴殷宁。 这边我们不过来看到,。 在评论前可能侠了可以不过 Monate可以ấp试。 skippedeler明星 pen Protest亡,经厅文这个問題, 教 peg作曲相比拖 planeta zwischen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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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